来关心中博乡的消息 中博乡加一三五级一线人得救 23号上午去行通车电脑 关注欧张良立委丹明文 中博乡党李佩晋 加以乡省团李宿党 齐文治丁典贵宾都交到来参与 政策二十六后 王冠党也对到乡亲四驾新救 未来交通中进化便利安全 下在在地乡亲的好病 加以一三五级一线 是串连中博乡中博乡 还有中博乡两个春楼之间的 中药连路德罗 林立教围在杰龙家的顶头 林立教围一三五级一线 两边是中博乡 还有中博乡两个村争 原地的池尾桥通风断面不足 每次落大火就容易造成淫水 并且原地的跨度 仅四点到一跨 造成汇车不简单 及交通的问题 影响民众的通行安全 今天我们人之桥 就是我们的池尾桥 今天正式拓宽完成 我们这条桥面宽只有4.9米 而且因为这个中博 有五个条位 所以阻碍通水断面 现在该做三个条位 拓宽到8米 全场105公尺 那整个感谢这个嘉义行善团 那整个所有的桥的这个经费 由嘉义行善团来做处理 那有关于设计规划 跟两边的这个 这个街道的部分 就由县政府来做负责 所以我想这样的合作模式 一直是在嘉义县的很多桥梁 我们都是跟行善团这样的合作 所以今天我们的乡亲市团 大家很欢迎 因为这有机会对我们来说 是两川那里主要的一个交通的一个要道 此月桥改建完成了 后京名为人植桥 中担多是121米 跨多是8米 中担定会时代有3577万 今天我们嘉义行善团 在顶浦村以及中浦村的交界的地方 我们来完成人植桥的这个桥梁通车的典礼 那我们非常感谢嘉义县政府 以及中浦乡公所 以及我们村各 我们乡亲们 那么对嘉义行善团的协助 那今天我们嘉义行善团 总共有来自高雄 云林 以及嘉义的 所有的义工 今天共同抱着欢欣喜庆的一个心情 那么我们来看待我们人植桥这个完工 观众赞也要特別感谢嘉义行善团 为第一个人发展 提供协助 还有行件 建设的经费 都是来自专门生产业书 并且是代表专官的官民 向所有 到立工作的生产业书 还有志向朋友 自相感谢志亿 世新新闻正义行专保障 彩虹博德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